這次UTR Pro主辦方金沙國際網球推廣有限公司的代表王萍 當初想要來這邊其實也就是想要在全台灣的各個縣市舉辦 然後盧彥勳在這邊就是有一個訓練營 我們那時候也只是想要跟他們合作 那覺得台南這個長榮的球場也是挺棒的 挺讚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其實對於選手的照顧也還不錯 因為選手的住宿就在旁邊 選手馬上就是可以很快的就到場地 然後覺得這是一個未來會不錯 大家可以來比賽也有一個好地方 所以來測試一下 我覺得在新莊跟在台南打最大差異就是天氣 在台南打的話比較悶熱 然後場地方面的話我覺得都還不錯 台灣人はみんな優しくて笑顔がすごい素敵で 一緒にいて楽しいなと思う人が周りにいるので そういう環境がすごい好きだなと思います 我以前在台南和馬來西亞都沒有 但我從來台灣都沒有 每個人都在台灣都說有些有趣的事 當然是很難的 當然是天氣很難的 所以我沒有太過分 但我真的想要去市場 可能是在街場上 可能是在街場上 我聽到是很好的 所以可能今天會來 好像是碗腿 我最初是在比賽中,我都在比賽中, 但我都沒有在比賽中, 因為我沒有比賽中, 我都沒有比賽中, 但我都沒有比賽中, 所以我覺得我能夠做的好比賽中. 这種風情是否中, 我以前的比賽中, 但有些人陷阱半天 你可以玩其他半天 或是一天最高的一天 但三天或四天 我从来没有看过 你甚至可以离开 因为我估认我会被刺激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 但你不能控制风格 没有人可以控制风格 它是美麗的 我们能够继续结束 因为这次来外国选择比较多 然后实力也比较强 然后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们在赛前的准备 准备每一场比赛 前面的热身都非常的充足 比较足够这样 这一次的比赛对手都蛮强的 所以我几乎每一场都是苦战 然后也让我学习到很多体力的调配 然后要想办法跟上他们的强度 QTR Pro本身这个赛 是跟其他的比赛最大的差别 是他的赛程 因为固定是一天一场 如果没有任何电动的话 每个人每天都一定会打到 所以不是说你输了就被淘汰掉 UTR Pro是 绝对远 Nh Backgrounds and Tis 不过数人连沉也有多大 如果是远远远或远远远比赛 所以我当时设计的旅选择 Clicking with you to 赢 te 都會遇到每個選手 不管在食物方面 住宿方面的問題 他們都會積極的詢問 也會問選手的意見 有沒有他們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這次大會 因為也有遇到颱風 所以也蠻辛苦的 也蠻積極在安排賽事 我認為 我認為 每個人都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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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整體球場的速度算是非常快 以看其他國家 或是其他賽事來講 我覺得處理球場的速度很快 因為這其實算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好 如果你們需要任何東西 Paul、Hank、Adam 他們都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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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最近 有在定期舉辦的分級賽 我們未來也會舉辦 UTR Pro的職業賽 接下來職業賽 我們都會邀請國外的選手 國外的裁判 甚至到國外的工作人員 一起來跟我們合作 那接下來未來的八戰 UTR Pro的賽事 總獎金也高達了480萬 那希望台灣的選手 或是國外的選手 一起來參加 然後定時的關注 金沙國際網球公司 讓我們一起來共襄盛舉 一起來享受網球